欢迎大家收看旅游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泰国希望中国游客能够回归 然而,一些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前往 如何在美国的铁路上计划一次完美的旅行 现代健康度假热潮 为什么这么多旅行者希望在短短几天内改变他们的生活 丘吉尔战时伦敦之旅有了一个豪华的新庭靠点 旅游业能帮助创造充满活力的土著经济吗? 基斯·亨利表示,如果做得正确,他可以做到 等等,请大家收看 泰国希望中国游客能够回归 然而,一些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前往 加拿大环球邮报 泰国的旅游业正在从疫情造成的低迷中恢复 中国游客也开始返回该国 然而,由于有关犯罪团伙绑架中国公民到诈骗电话中心工作的报道 一些中国人对前往东南亚旅行感到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估计 目前约有20万人被这些团伙以奴隶般的条件拘留 这些电话中心每年创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许多亚洲国家的警方已经成立了特别行动小组 试图解救他们的国民 但由于缅甸内战以及柬埔寨和老挝边境地区政府控制有限 这个问题变得难以解决 如何在美国的铁路上计划一次完美的旅行 英国每日电讯 美国的铁路网络Antrack为旅行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 以悠闲的节奏探索这个国家 尽管它以笨重和过时而闻名 但Antrack提供了一种可靠和灵活的交通方式 覆盖了美国50个州中的46个州 该网络提供了多城市票选项 允许乘客在途中中断旅程并探索主要城市 例如从波士顿到纽约的旅程只需31美元 文章中提到的一条路线是从芝加哥到西奥尔良的旅程 从芝加哥出发 旅行者可以探索这座城市的艺术和购物场所 然后乘坐西奥尔良之城列车 这列火车经过伊利诺伊州 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 最后抵达以其丰富的音乐遗产而闻名的孟菲斯 从孟菲斯出发 旅程继续前往密西西比州的首府杰克逊 最后到达以其充满活力的夜生活 和爵士音乐而闻名的西奥尔良 另一条提到的路线 是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的旅程 乘坐MTRAC的旗舰路线阿塞拉 从波士顿出发 旅行者可以探索这座城市的历史遗迹 如自由之路 然后前往纽约 从纽约到华盛顿的火车旅程 可以欣赏到长岛海峡的风景 从纽约出发 旅程继续前往费城 以其丰富的历史和象征性地标如自由中而闻名 最后火车抵达华盛顿特区 旅行者可以探索国家广场和史密森尼学会的博物馆 总的来说 MTRAC为旅行者提供了一种独特而灵活的探索美国的方式 凭借其广泛的网络 乘客可以进行多城市旅行 让他们在途中体验不同城市的多样文化和景点 现代健康度假热潮 为什么这么多旅行者希望在短短几天内改变他们的生活 多伦多星报 健康度假圣地在女性中越来越受欢迎 因为她们试图掌控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福祉 许多度假圣地现在专注于自我提升 并提供一系列活动来帮助女性增强自信 例如巴厘岛的一个度假圣地 包括制作供奉给巴厘岛女神和声音预料等活动 这样的度假圣地吸引了那些 希望在生活中重新获得掌控和目标的女性 根据健康旅行协会WTA的数据 寻求健康度假圣地的旅行者中 大多数是女性 WTA的主席安妮·迪蒙表示 许多女性希望在后疫情时代 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健康 然而文章指出 这些度假圣地往往价格昂贵 许多女性无法接触到 尽管如此 呼吁使该行业多样化已经导致了更多的选择 包括在长期存在的地方 如亚利桑那州的Miraville度假村 提供针对多样化女性的专门项目 以及像Black Women Healing Retreats这样的新公司 丘吉尔战时伦敦之旅 有了一个豪华的新庭靠点 英国每日电讯 伦敦的旧战争部大楼OO曾是温斯顿 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 战争国务卿和首相期间使用的地方 现已改建成一家豪华酒店 拉斐尔斯伦敦OO是拉斐尔斯品牌 在欧洲的第四个地点 于2023年9月29日开业 这座建筑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13世纪 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是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 伦敦酒店为客人提供了一个 了解丘吉尔生活的机会 其中丘吉尔套房以它的名字命名 还可以进入建筑的其他区域 这些区域曾被丘吉尔和其他著名人物使用过 OO并不是伦敦唯一一个 被改建成豪华酒店的前政府建筑 位于白天广场的科林西亚酒店 曾是大都会酒店 现已改建成五星级酒店 特拉法加广场上的海军布拱门 将很快成为一家新的华尔道夫酒店 位于财政部下方的内阁战争指挥部 现已向公众开放 成为丘吉尔战争指挥部和博物馆 游客可以探索这个地下复杂的地方 那里是丘吉尔在二战期间指挥战争的地方 还可以看到他生活和工作的房间 OO酒店的开业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可以体验这座昔日战争部大楼的历史和宏伟 了解温斯顿 丘吉尔的生活和工作 酒店提供豪华住宿 精致餐饮 并可进入丘吉尔和其他著名人物 曾使用过的区域 凭借其丰富的历史和伦敦市中心的地理位置 OO必将成为历史爱好者 和奢华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 旅游业能帮助创造充满活力的土著经济吗? 基斯·亨利表示 如果做得正确 他可以做到 多轮多星报 加拿大原住民旅游协会ITAC 倡导以原住民为主导的方式 发展该国的原住民旅游业 ITAC的首席执行官基斯·亨利表示 原住民社区需要掌控自己的旅游部门 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并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 他还强调了支持原住民企业的 全年旅游销售渠道的必要性 南极邮轮是否面临危险? 英国每日电讯 在南极州航行的探险游轮公司 正在采取更严格的预防措施 来防范禽流感的威胁 如果H5N1病毒在该地区获得立足点 可能会对企鹅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科学家担心来自已经受到 禽流感严重打击的南美洲的候鸟 可能会在南半球的主要游轮季节到来时 传播疾病 这与预计将有60多艘船只访问南极半岛的主要游轮季节相吻合 为了减少感染风险 乘客可能会被禁止离开船只 中国承诺为外国人提供更便利的签证和支付方式 以促进旅游业发展 南华早报 中国发布了一项计划 旨在通过恢复免签政策和简化旅行和支付流程 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这项计划由国务院发布 旨在加强入境旅游 将旅游与文化活动相结合 同时改善旅游度假区的管理 并推出促进假日消费的促销活动 其他措施包括提高签证申请处理效率 恢复免签政策 通过增加航线来扩大国际航空旅行 该计划还呼吁改善外国游客的服务 例如更便捷地使用数字支付和简化货币兑换流程 中国的旅游业从疫情中恢复较慢 2021年上半年 国际旅客数量较2019年下降了70% 日本北陆地区的高铁延伸计划将加速旅游业的发展 日经亚洲 预计将日本新干线延伸至北陆地区 将增加该地区的外国游客数量 预计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游客 对福井县的永平寺特别感兴趣 该寺庙被视为禅宗佛教的总部 该地区的其他景点 包括福井县恐龙博物馆和富山县南丽市的五个山地区 该地区被指定为世界遗产 然而 该地区正面临旅游景点劳动力短缺和新冠病毒传播的担忧 最近日本铁路通行证价格的上涨也可能影响游客数量 国庆假期期间将有700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旅行团前往香港参观 南华早报 香港旅游部长杨振宏预计 在为期八天的国庆假期期间 将有超过700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旅行团来访香港 这相比五月劳动节黄金周期间访港的453个旅行团来说 是一个显著增加 杨振宏指出 大陆游客正在转向自由行 而不再选择跟团游 这提升了本地景点的受欢迎程度 然而 他补充说 游客在食品上的人均消费较疫情前下降了25% 比例 康纳利迄今为止最亲密的采访 由他的妻子进行 未报 在与妻子和照顾者帕梅拉 斯蒂芬森 康纳利的坦诚采访中 喜剧演员比例 康纳利谈到了他与帕金森病的生活 他在演艺界的职业生涯 以及年老的喜悦和挑战 康纳利大约在十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病 他讨论了疾病的进展 以及他对他的身体限制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他仍然保持积极的态度 通过绘画和吹口琴等创造性的追求 找到慰藉 他还对妻子的照顾和支持表示感激 称他找到了一个适应他需求 并给他带来幸福的新帕梅拉 康纳利回顾了他作为喜剧演员的职业生涯 指出如今的喜剧演员在言辞上更加谨慎 因为担心政治正确性的问题 他回忆起自己在喜剧界的早期时光 当时他毫不畏惧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挑战界限 他还分享了对不拘一格的喜剧演员的喜爱 并对当前喜剧界社工化的趋势表示遗憾 在整个采访中 康纳利和斯蒂芬森 康纳利分享了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中的趣事和回忆 包括他们在斐济的婚礼和在各个国家的冒险 他们讨论了他们最喜欢的旅行地点 他们对政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老去经历 尽管面临挑战 这对夫妻的爱和幽默依然闪耀 康纳利在采访结束时表达了对妻子的照顾 和他们在彼此陪伴中找到的快乐的感激之情 总的来说 这次采访让人们一亏比例 康纳利的生活以及帕金森病 对他和他与妻子的关系产生的影响 尽管面临挑战 康纳利保持乐观 并继续在他的创造性追求 和伴侣的爱与支持中找到快乐 未被气候活动家谴责的富狗主人 提供私人飞机服务 未报 环保主义者批评了一项私人飞机服务 该服务将狗与富有的主人一起运送 K9Jets是一家由博明汉夫妇经营的公司 已经开通了从迪拜到伦敦的航线 门票价格为8166英镑 10400美元 顾客可以和他们的狗坐在腿上喝香槟 该公司已经运营着前往新泽西州 洛杉矶 法兰克福 巴黎和里斯本的航线 灭绝叛乱发言人托德史密斯说 这项服务为富人照顾动物提供了希望 但他补充说 我目瞪口呆 同样的人们无法与他们周围崩溃的自然世界联系起来 瑞士的火锅烤奶酪漂流 和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智能度假村的捷径 金融时报 瑞士冒险运营商Outdoor Switzerland将在瑞士布里恩茨湖上 推出漂浮瑞士烤奶酪派对 最多8人将登上充气筏子 沿途漂流 享受瑞士烤奶酪盛宴 这两小时的旅行将持续到4月底 每人费用从78英镑起 在托尼斯 杜茨镇将开设其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The Residence Dove 该酒店坐落在沙丘和棕楼树之间 设有50栋别墅 两家餐厅和一个大型水疗中心 双人房每晚起价357欧元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有利可图的入境旅游市场 我们准备好迎接它的回归了吗 澳洲ABC 中国团队前往澳大利亚 仅黄金海岸每年就能创造价值3.37亿澳元 2.49亿美元的收入 但由于旅行成本上升 这一市场正面临缓慢复苏 Skate Rail与林缆车总经理理查德 博曼·哈德曼表示 团队旅行市场占据了公司业务的15% 而凯恩斯的餐馆老板哈里 苏表示 由于燃油成本和通货膨胀的上升 团队套餐价格已经上涨了150%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计划于11月份 恢复广州至布里斯班的美洲斯班航班 国庆长假将为香港餐饮业带来12亿港元的活力 南华早报 预计在国庆假期期间 香港陷入困境的餐饮业将获得急需的12亿港元1.53亿美元的提振 比去年增长50% 周日国庆烟花的回归预计将吸引游客前往维多利亚港和中餐馆就餐 然而 一些业内人士警告说 注重成本的中国大陆游客可能会选择街头小吃或寻找特价优惠 香港餐饮业联合会及相关行业总会会长黄家和预测 国庆节单日的营业额将超过4亿港元 比2022年增长20% 假期的前三天预计将产生超过12亿港元的收入 而去年同期为8亿港元 与中秋节重叠的大陆8天黄金周假期预计将带来27亿港元的收入 预计在此期间将有约100万大陆游客访问香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这里的常驻观察员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旅游新闻 首先我们来谈谈泰国希望中国游客回归的问题 泰国旅游业正在从疫情中恢复 中国游客也开始返回该国 然而由于有关犯罪团伙 绑架中国公民到诈骗电话中心工作的报道 一些中国人对前往东南亚旅行感到担忧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但许多亚洲国家的警方正在努力解救被困在这些诈骗电话中心的人们 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的合作 需要能尽快找到解决的办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的铁路上计划一次完美的旅行 虽然美国的铁路系统文明于事 但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悠闲地探索这个国家 Amtrak铁路网络覆盖了美国46个州中的46个州 为乘客提供了一种可靠和灵活的交通方式 它还提供了多城市票选项 让乘客可以在途中停留并探索主要城市 这是一种独特而灵活的方式来体验美国的多样文化和景点 现代健康度假热潮也越来越受欢迎 许多度假圣地现在专注于自我提升 并提供一系列活动来帮助女性增强自信 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让女性能够在度假中获得身心的平衡和提升 然而这些度假圣地往往价格昂贵 许多女性无法负担 我们需要更多的选择 让更多的女性能够参与这些活动 并从中受益 在英国 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正在被改建成豪华酒店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体验 比如伦敦的旧战争部大楼 欧沃现已改建成一家豪华酒店 让游客可以了解温斯顿 丘吉尔的生活和工作 这些豪华酒店提供了高品质的住宿和服务 吸引了许多热爱历史的游客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努力发展旅游业 中国发布了一项计划 旨在通过恢复免签政策和简化旅行和支付流程 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日本也计划将新单线延伸至北陆地区 以增加该地区的外国游客数量 这些计划将为旅游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最后 我们来谈谈一些有趣的话题 比利 康大利是一位优秀的喜剧演员 他最近接受了一个关于他生活和职业生涯的亲密采访 他谈到了他与帕金森病的生活 以及他在喜剧界的经历 他的故事充满了幽默和感动 他的妻子和支持者都是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这个故事让人们看到了比利 康大利的坚韧和幸福 并给予人们一些启发和鼓励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